那我覺得世界上有三種人 最值得我們來尊敬 一個是教育家 一個是慈善家 一個是宗教家 我想幸運大師兼具這三種身份 今天來到佛光山 最主要表達對幸運大師的吊唁 與發自內心的推崇 所以特別來佛光山 也希望藉這個機會 把佛光山人間佛教的理念 跟社會大眾 一起來傳遞 一起來分享 市長您有在臉書上提到 您跟著佛清晨小明佛 那後來您跟幸運大師會面之後 有什麼部分是您覺得印象最深刻 最感念他的 他的慈祥 然後他的悲天悯人 那我覺得世界上有三種人 最值得我們來尊敬 一個是教育家 春風話語 教育人才 一個是慈善家 悲天悯人 幫助弱勢 一個是宗教家 制度度人 我想幸運大師兼具這三種身份 既是宗教家 也重視教育 可以說身得上是教育家 所有的弱勢族群 只要幸運大師佛光山知道 絕對是不落人後 採取行動來幫助 也是慈善家 所以今天特別來到高雄 佛光山 表達對幸運大師的追思 也希望人間佛教這個理念 能夠與有源者 眾信徒一起來分享 表達他 對他身兼慈善家 宗教家 跟教育家與醫生 表達最高的 金種之一